Hello大家好,我是小米 又为大家带来了一个新坑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界面 神界原罪2 这是一个非常传统的RPG 其实是一个很小众很粉丝下的游戏 并且它不是一个 不算是一个新游戏 是一个老游戏了 17年就出了吧 并且18年更新了终极版以后 有一波热度之后 就已经慢慢淡出玩家的视野了 但是为什么小米想录这个视频 一是我真的觉得这个游戏做得非常好 非常值得一玩 非常有它自己独特魅力的地方 小米的录视频的想法 就是想把更多更好玩的游戏 让更多的小朋友可以知道 让别人都能喜欢小米觉得非常好的游戏 我们就挑战这个策略模式 策略模式以下有两个 策略模式就已经是最高难度了 这个剧情模式是最低难度的 就是基本没有难度 探索模式稍微高一点点 经典模式就是正常难度 策略模式是最高难度 然后这里面这个荣誉就是铁人模式 就是一旦团灭了就删档了 我这个不适合录视频 我们就选这个常规 就是不删档的这种 然后呢 我们就先开始 我们边开始边说 它警告我们 这个难度不能改 不能改 然后呢这个游戏呢 它非常的粉丝向 就是喜欢这一类的游戏的人 或者是 喜欢RPG的这个一类的人 就特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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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欢这个游戏 但是你如果不是一个 很爱玩RPG的人 或者是你 对这种大量的这个文本阅读 感到非常的头疼 喜欢那种爽 比较爽快的 这个砍砍砍这种游戏的 这个小伙伴 就不太适合玩这个游戏 因为你很难融入到 这个里边 就是玩RPG 还是需要一定的这个代入感 如果 你不能就是把自己融入到 沉浸到这个游戏的设定里 你会觉得很无聊 很无聊 然后呢 这个传统的RPG 一上来就是 就是选人物 选人物 选职业 神剑2呢 我以后就简称这个游戏 叫神剑2 神剑2这个 最大不同的地方 它就是 它 它不是说就单纯的 像我们以前一样 就是 就是 选职业 选职业 它这里边呢 还给我们预设了 这个好多个人物 这个人物 他们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我们就用它 就是 玩这个神剑2 小米还是建议用这个 它这里设定好的 这个起源人物 就是下面有一个 起源 这两个标识的 小米用的是 这个 是PC版 但是我用的是手柄 因为这个游戏的时长会比较长 你如果 用键盘的话 实在是有点 玩起来有点累 玩起来有点累 它这个游戏里有六个起源人物 每一个都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这是它 比较特别的地方 所以 如果 如果你是剧情像玩家 强烈建议你还是要用它的起源人物 那你如果是这个战斗倾向的 你喜欢的是它战斗的那一部分 你就可以自定义 自定义你可以从头捏人 你决定它的特性 这都是可以的 种族都可以捏 它这里边的种族就分为 矮人 人类 亡灵 还有精灵 还有蜥蜴人 还有蜥蜴人 大概就这么几类 就几类 然后这六个起源人物里呢 这六个起源人物里 有两个人类 有两个人类 我们就打算选这个亡灵 这个不死一族 不死一族 费恩做我们的主角 用它来作为主角呢 它能看到我们的更多的这个 这个游戏背后的故事 我小米还是打算做一个剧情像的流程 剧情像的流程 我们 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 然后 看一下她起源故事 好啊 这就是 飞燃的起源故事 这个故事里面 主要给我们介绍的 有两点内容 第一点就是 他不知道为什么 他沉睡或者是被囚禁了 等他被放出来以后 他的族人都没有了 亡灵族就只剩下他一个人了 就剩下他一个人了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 他在平常的时候 必须要把脸遮起来 不要让别人知道 他是一个亡灵 是个骷髅 否则别人会攻击他 这两点是比较重要的 外观我们就不改了 就用他原本的外观 还挺帅的 还挺帅的 这不好 绿营营的 然后预设 预设我们一定要改一下 这里边最主要就是 这几个职业 职业我们先换一下 职业小米一上来 打算用一个召唤式 召唤 召唤流派 这个游戏的职业 其实没有特别严格的界定 就在最开始的时候 第一章的时候 职业的划分还比较明显一点 因为不能西点 后面有了西点 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然后加点 体制我们不着急加 我们先加点点智慧 智慧决定了我们可以看到 一些寻找宝物 探测陷阱的这些能力 这对于我们游戏比较重要 然后能力点数 战斗能力点数 领袖就算了 下面这些点 细节的东西 小米可以在游戏里再跟大家说 但是武器和防御这些 除非走一些特别的流派 否则觉得小米一般都不点 小米一般都不点 我觉得意义不大 就都加到召唤上 召唤流派就是说 召唤物的等级决定 召唤物的强弱 强弱决定了你的能力 所以我们就都把它点在召唤学派上 就是召唤学派越高 你召唤出来的宝宝 它的战斗能力越强 然后这个生存能力上 我们有几个选择 作为这个初始人物 它有几个选择 一是点交涉 交涉可以让你在跟NPC对话的时候 有一些可以说服别人的选项 说服别人的选项 这样可以促进这个流程变得简单 可以避免一些战斗 有的时候可以 然后还有什么 去点这个幸运 幸运可以在就是翻 翻箱倒棍的时候 RPG最大的特点就是 就是捡垃圾对吧 翻箱倒棍 的时候有一定的概率 得到一些更好的装备 或更多的钱 还有一个点 就是什么 盗窃 如果你是别的难度 小米觉得这都可以 但是如果你做最高难度 我还是觉得盗窃比较实用 比较实用 然后初始技能 因为我们只点了召唤学派 所以它只有召唤学派的这四个技能 这个次元闪电 就这三个吧 就这三个吧 或者我们可以这样改一下 我们召唤学派先不着急点二级 我们点一点变形学派 这样可以让我们初始的这个技能更多样化 初始我们就可以 我加了一个这个变色龙伪装 就是这个游戏 这个你的战斗能力选择哪一个学派 决定了你后边的这个技能的种类 就是这样的一个设定 这个变色龙伪装其实就是隐身技能 这个还是生存能力有所保障的 并且你点了这个变形学派以后 你会多一点这个基础属性 可以看到我们多了一点 多了一点就点到智慧上 我们点两点智慧 两点智力 智力决定了我们的这个魔杖 我们拿的是法系的魔杖 决定了我们的魔法伤害 然后更多的我们就不多说了 我们现在进到这个游戏里 进到游戏里 然后天赋这边 天赋有很多很强的天赋 这里边这么多 这么多一个一个奖的话 太太长了 第一期一箱米片 做的太太无趣 太无趣 我们这两个心理手奖和亡灵 是亡灵自带的 还是改不掉的 还是改不掉的 下面是我们能选的 其实有很多很多可以选的 但是我们为了这个剧情像 我们就点这个动物密友 就点这个 我给取消掉了 就点这个动物密友 其实是就是说白了 就是可以跟动物说话 这个游戏里的动物 有的时候会告诉你一些 你不知道的秘密 你不知道的秘密 就是这样的 有点错了 有点错了 然后我们继续 标签是不能改的 我们这个 起源人物的标签 是不能改的 自定义人物的标签 可以改 学者和神秘者 这两个标签 都是很好的标签 然后琴 我就喜欢这个坦布拉琴 然后我们就开始 我们就开始 开始 然后他会警告我们 就是亡灵 他有一些特殊的设定 这个游戏里 亡灵首先 你必须得隐藏在面具之下 否则别人见到 你就会给你战斗 然后还有一点 就是他不能吃那些血瓶 治疗药品 或者是食物 那些能加血的东西 他吃了都会减血 然后只能吃毒药 或者是踩在这个 有毒的这个表面上 地表上 并且呢 亡灵呢 他这个手是骷髅头 他可以用来开锁 并且他这个不怕死亡之物 这是这个亡灵的特点 亡灵的特点 我们先看开场中午动画 我们再说 我们先看开场中午 这一点点 就是这一极悬灵的旋软 之物 或者是 像丧生的舀 所以… the monsters swarmed. the rebel panicked. the carnage began. and the magisters pointed their fingers at me, just as I'd planned. I was shackled and collared and sent to Fort Joy. 好的好的 我解释一下这个开场动画 如果没玩过前作的小伙伴 可能不太懂 这个开场动画写的是什么 比较晦涩 其实这个游戏的设定 就是说有一种法术 就是法力或者说能力 叫秘元法术 拥有这个能力的人呢 在释放这个秘元的时候 会招来一些 就像外星生物一样 会有这个异界的这种生物 来袭击别人 所以就被认为是邪教 是邪教 所以就有一帮人叫静元法师 静元法师 他们就把这个有秘元能力的人 都给抓了起来 都给抓了起来 我们先看一下这段对话 这段对话是费恩这个角色 就是我们选的这个主角所特有的 因为我们也是个骷髅头 所以我们从这里醒来的时候 这个骷髅头骨会跟我们说话 这个具体内容我们就不细看了 不细看了 就是他问我们 为什么我们就是能变装 以及我们用了什么能力 并且告诉我们 就是说不要让活人看到我们的脸 让活人看到我们的脸 会攻击我们 然后呢 我们这里 费恩一上来 他有一些比较特别的东西 你看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技能栏里 有一个化身人类 化身蜆蜴人 化身精灵 可以变成其他种种族 其实是 费恩有一个奇特的面具 这个面具 就变成蜴蜴人了 变成蜴人了 变成蜴人了 看吧 我们就变成 变成 别的种族了 这个面具可以让我们 在后面进行一些 任务 以及 剧情的时候 有非常大的便利 因为有一些地方 你只有蜴蜴人才能通过 或者是只有亡灵才能通过 我们就利用这个面具 就可以实现变装 我们变回来 还会变成人类 变回来 我这个 戴回来 我们换成普通的这个 普通的这个装备的时候 就变回来了 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装备栏 看一下我们的装备栏 可以选 如果用这个变形面具 变形面具就可以有这些技能 用普通的这个兜帽 就没有了 这个兜帽一戴上 可以看到费人左上角那个地方 有一个戴着个兜帽人的标志 那是费人独有的 就说明别人看不到我们这个骷髅的面貌 我们是相对比较安全的 因为小米用的是手柄 这个操作界面跟这个 跟PC端可能就是AI上有些不太一样 但是有的小伙伴会觉得 手柄看着比较别扭 因为感觉没有手柄灵活 没有手柄灵活 但是就是考虑到这个 因为这个游戏 你随随便便一周目下来玩下来 可能就是 可能就是几十个小时 五六十个小时都是有可能的 你就是用手柄见手 我的脖子受不了 颈椎受不了 太累了 然后我们就一上来 这是一个教学的地方 我们就这个翻墙倒过一下 稍微稍微找一找 稍微找一找 我看一下 我熟悉一下AI 我也好一阵没玩了 这个游戏呢 小米其实入的还是比较早的 但是我没有通过关 还是那句话 小米很多游戏都买了 也玩了好几百小时 但是没有通过关 性格 性格如此 刚才拿到了一个钥匙 就可以把这个门打开 然后这个游戏里的这种钥匙类的工具 还有书籍的工具 特别多 你就没用的 我就喜欢给它丢掉 站着我们的懒格子 我们就容易忽略掉 找不到哪个东西是有用的 哪个东西是没用的 然后这个手柄的AI 你长按这个小米的手柄 不是Xbox的手柄 可能跟小伙伴们的按键还不一样 长按不一样 我们就是长按A的话 我这里是长按A 就可以发这么一个圈 这个圈范围内的东西都可以搜刮 都可以搜刮 就是方便我们这个手柄玩家来进行搜刮的 这拾取了可还行 我是想用一下它的 我们把它扔出去 扔出去 抛制物品 抛制物品 把它移到这个上面 这是个机关 这是个小小的解谜 我们把这里 把这移动一下 这个游戏就是它很丰富 它有很多很多比较有趣的细节 它可以跟很多场景进行互动 并且它的剧情很丰富 文案写的也不错 也都不错 就是有很多RPG的独特魅力在里面 如果你是一个RPG的忠实爱好者 你一定不要错过这款游戏 并且它 但是它刚开始 就是因为你如果没玩过前作的话 你融入进来可能会比较慢 就是你很难 就是一上来就能走进他们这个故事的设定 所以有的时候就会让你 比如说玩了个几个小时 觉得没入门 就放弃了 那就比较遗憾 所以小米做这个视频 最大的目的就是想让更多的人能看到它的魅力 魅力 虽然它不是一个新游戏了 已经 然后这个游戏的设定 我刚才没有说完 他们就是这种静元导师 可以看到 静元导师 人纳特 这帮人 他们就会把我们这些有有命远能力的人给抓起来 抓起来 关到这个叫欢乐宝里 欢乐宝里 就是为了防止我们在使用命远能力的时候 把那些怪兽给招来 怪兽给招来 好像他们是好人 但实际上这个不是这么个事 按就是我们这里边是可以前行的 前行这个 因为它在睡觉 所以看不到 如果它是醒着的人的话 你也可以看到它有个视野范围 你只要不要走到它的这个视野范围里 它就 你前行的时候就看不到你 然后你就可以偷东西 我们就可以偷东西 它这身上有把钥匙 还有点乱七八糟的 我们也就都拿了 都笑纳了 别客气 因为它在睡觉 所以它也不会发现我们偷它了 如果是一个醒着的人 你偷完东西 你要赶紧跑 否则它会找你 它会找你麻烦 然后这里我们有很多种选择 不同种选择的结果可能不一样 有兴趣好办 可以自己再试 我们就直接拉这个拉杆 它就会醒过来 然后也有很多选项 如果我们刚开始点了这个 交涉的这个技能的话 这里我们就可以尝试说服它 说服它有可能会避免战斗 那我们没点 我们就说出实情 就跟它硬钢 我们上来就正面钢 不拒 对吧 然后我们是这个 我们是召唤师 对吧 我们上来先放一个元素图腾 再放一个宝宝出来 再放一个宝宝出来 然后这个游戏最大的魅力 我觉得就在于它的战斗系统 战斗系统是非常大的一个亮点之一 它这个战斗系统是一种回合制的 并且 因为术语我不太知道 这个东西应该怎么叫 反正它是回合制的 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战斗界面 战斗界面最下面这一栏 是我们的这个技能栏 还有道具栏 对吧 然后那个技能栏的上 道具栏的上面 有六个原色的点点 有六个原色点点 现在有四个是灰的 是空的 有两个是红的 说明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就说明 实心的这个代表着 我们可以用的这个行动点数 然后空心的代表 就是已经消耗掉的 或者是最最多 最多它有六点 最多它有六点 然后我们再放到 每一个技能和物品上的时候 你可以看得出来 它右上角有一个点 可以告诉我们就是要释放这个技能 或者是道具的话 我们要消耗几点行动点数 然后呢 这个游戏移动也是要消耗点数的 可以看到这个 移动光标的那个地方写着 两个行动点数能走八点几米 一个行动点数能走三点几米 就是这样 然后超了的话呢 就说明我们的行动点数不够了 就走不到那边 这是这个游戏的一个设定 这是非常有独特地方的一个地方 有独特特点的一个地方 然后呢 这个游戏有非常多的这个环境的这个因素 这些环境的因素会极大程度上的影响战斗 像是现在 现在这个地上有油对不对 还有水 还有这种平整的地面 对于我们这种召唤师来说 它的宝宝在不同的地面上召出来 它的属性就不一样 在地面上召出来的这种就是物理攻击 在水上召出来的它就是水属性的攻击 看我们是水之助能 水之助能 我们是个水宝宝 然后我们就有天安的技能 可以看到我们有个水属性的治疗术 治疗术 我们就上去平A它一下 平A它一下 平A它一下 然后点数就不够了 每一次就普通攻击是要消耗两个点数的 所以点数不够了 我们就结束回合 结束回合 然后这个图腾会射它一些 这个宝宝更多的就上去吸引一下伤害 它其实干不了什么 然后图腾我们每一回合都能招 但是这个宝宝是有CD的 是有CD的 是有五个回合CD的 所以这个宝宝死了我们也不能招了 就只能干看着了 我们没什么好干的就结束 我们招出来的这个元素图腾 在不同的地表的属性也是不一样的 可以看到刚才招出来的那个喷的是油 喷的是油 这只它就被我们打死了 一多七少给打死了 我们先不着急 不着急去开那个门 因为我们要等这个宝宝的CD结束 宝宝的CD结束 他就开那个门 因为里边这个人也会跟我们打架的 也会跟我们打架的 稍微等一下 稍微等一下 这里边呢 这个战斗结束以后 这个CD不是立刻重置的 它也是有一定的内置时间的 我们把这个门打开 他就会跟我们说话了 他还是求我们给他放出来 结果 他还会跟我们打架 是个坏人 是个坏人 然后他一上来 他会放火属性攻击 他会把地上的这些油桶全都点着 全都点着 所以 我考虑 我考虑 我打算隐身跑掉 我把宝宝放出来 放到旁边 放到旁边 我不想被烧 我先花一个行动点数 移动到这个里边 里边比较安全 然后我们用这个变色龙尾装 我们隐身 隐身他就失去攻击目标了 他看不到我们了 然后现在就只剩下这一个宝宝在这了 一个宝宝在这 这是一个物理属性的宝宝 就是一个普通的魔妖 他就没有他自己的特性的技能了 他就只能物理攻击 只能物理攻击 挠他 挠他 他没有找不到我们 他就没有点燃油桶 他就没有点燃油桶 然后我们这个隐身 他可以隐身两个回合 所以这个回合我们也不用出来 其实 我看看 我如果释放技能 可能就出来了 就出来了 那如果我这个回合什么也不干 直接结束回合的话 我这四个行动点会被保留 但是由于满格就只有六个行动点 所以就会浪费两个行动点 浪费两个行动点 然后下 我们在最上边 这个屏幕的最上面 可以看到这个攻击的次序 现在是我的回合 等我结束了以后 就是敌人的回合 然后才是我们宝宝的回合 他应该一个回合打不死我们的宝宝 所以我们就不攻击 我们就藏着 躲起来 你看他放火球树了 你看我的宝宝 死了 这就是这个火球树 我们就是躲在角落里逃过了 但是我们的宝宝死了 那我们没事 我们放图腾出来也是一样的 就放在这火属性图腾 我们只要一释放技能 这个隐身树就结束了 所以为什么刚才我不想出来 为什么不想出来 然后我们可以走过去 走过去 打他会花 走过去并打他 会花三个行动点 但是我们走过去再打他 就花两个行动点了 一定要注意 所以是这样直接点在他身上 这样比较合适一些 这样比较合适 我们捅他一刀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技能 可以看到在下面 赤手攻拳 这是只有在装备单手武器 并且不装备盾牌的时候 才有的这样的一个技能 这个技能它有一个击倒的效果 这是一个控制技能 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控制技能 就给他击倒了 他倒地了 他这个回合就等于被跳过了 等于被控制了 所以这个游戏里控制技能 以及位移技能 都是一些非常非常厉害的技能 然后这个技能 也有两回合的CD 我们又干不了什么 只能再招个宝宝 这个游戏视角也很重要 你如果招在一个 他打不到他的地方 这个图腾可能就浪费了 就不能攻击 我们要给他 再加上 这个可以看到 这个火熄灭以后会有烟雾 烟雾的时候会阻挡视线 这个游戏非常的真实 你阻挡视线以后 你也打不到他 所以我们把这个图腾 也插得近一点 否则我担心这个图腾会打不到他 打不到他 然后我们再捅他 我们血很多 不怕 就捅他 图腾射他 那个图腾就没有射 因为刚才有烟雾 阻挡了 现在就可以射他了 现在可以射他了 然后他快死了 他烟闯就死了 我们就给他直接打死就得了 这就战斗结束了 这就战斗结束了 所以这个游戏的最大的乐趣 就是利用各种环境因素 以及你自己的想象力 利用一切所能利用的道具 来赢得战斗的胜利 这是非常有魅力的一部分 然后我选的策略难度 能极大的 让战斗更富有挑战性 我们刚才拿的那个钥匙 可以打开这里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钥匙扔掉了 就这把钥匙 丢掉 然后装备 装不装的无所谓 就是很烂的装备 有件衣服 还是个脏物 因为是偷来的 就是这个游戏 还有这个脏物的设定 就是如果你偷别人的东西 你没有立刻跑远 像刚才我说的 你没有立刻就逃走 你被人抓到了 人家会跟你对话 质问你说要是送你的身 你如果就是被搜身的时候 你身上有这个 带脏物属性的这个东西在 人家就会发现你偷了东西 就会给你打架 就会打你 这是这个游戏的设定 然后这是个 地上是个毒表面 毒的地面 刚才我们建了水的地面 和油的地面 战斗中也建了火的地面 我们现在就是毒的地面 然后费恩是不怕的 是不怕的 然后这有个毒液桶 我们就把毒液桶 现在拿起来 拿起来 放到身上 收起来 然后 这是不怕的 我们在这个毒液里 是加血的 是加血的 然后呢 这个门过不去了 已经上锁了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门就只有六滴血 只有六滴血 我们可以把这个门给打烂 然后呢 这个游戏的另一个设定 就是 你强制攻击某些 就是不能攻击的东西 比如说箱子 比如说这个门 你的武器的耐久会极大程度的减少 但是由于我们这个 我们初始的这些装备都是非常垃圾的 也无所谓 我们可以攻击一下 试试 就是这种强制攻击 强制攻击 那由于我们是亡灵族 并且我们点了盗窃的这个技能 我们也可以用一个另一个方式 撬锁 我们的骨节 手指头 就是撬锁工具 这把锁撬不开 好吧 太打脸了 太打脸了 那我们就攻击吧 马上就打烂了 打烂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装备 看一下这把小刀 没有详细信息吗 看不到详细信息吗 难道 我可以看到 有详细信息 那个耐久度那个地方 可以看到变成20-18了 就说明我们刚才打了两下 他掉了两点 有点耐久 然后这就是一个教学官 没有什么东西 我们就走了 那里边有只羊 刚才没有跟他对话 我们有动物伙伴的天赋 其实是可以对话的 但是他说不出来什么 然后如果你是最高难度的话 千万不要去手剑去欺负那只羊 因为你很可能打不过他 你很可能打不过他 最高难度就是要步步为营 步步为营 小米其实这个游戏玩的也没有特别好 之所以玩最高难度是想让这个 战斗内容变得更加有趣味性 并且更好看一些 更好看一些 希望能给观众们带来更好的体验 但是呢 也因为我这个加了这个最高难度 是选择最高难度 所以有的战斗可能会打得很慢 因为敌人的血会很长 然后有的战斗可能甚至要一两个小时才能打完 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这个系列的视频会非常非常长 所以小米也想跟这个观众小伙伴们说 就是如果有人喜欢这个系列 小米当然就会像以前一样 不遗余力的 把这个视频录完 把这个视频录完 如果就是看的人可能太少 或者是没有人喜欢 小米就在考虑考虑 这些对话都不是很重要的 所以小米就没给大家看 不是很重要的对话 所以还能拿到一把小刀 我们是双手武器 可以拿两个武器 我们这个就可以把两个都装备上 其实意义也不大 其实意义也不大 因为出事的这些都很烂 然后我们当有两个武器的时候 可以看到那个吃手共权的技能就没了 变成了一个什么 变成了一个这个技能 这个叫风暴斩杀 这个要三点AP 其实很鸡肋 然后这里 这个船上发生了一起谋杀 发生了一起谋杀 刚才说 我们可以跟他聊一聊 问问问 发生什么情况 发生 我们当中的一位秘元术士 我们有秘元能力的人叫秘元术士 他们叫静元导师 说我们有其中一位杀害了他们当中的一位 让我们去找出死者 找出凶手 我们可以进去看一下 我们可以偷他们东西 其实因为我们有盗窃技能 但是其实没必要 一旦被抓住 还会要打架 前夕打架归费劲的 我们就不偷了 这个剧情 我们小米知道的地方 小米会给大家再讲 我们可以跟这个杨 稍微说一句话 没有什么太大意义 这就是我们点的那个动物伙伴的天赋 就对于本身能力没有增强 纯粹是为了看剧情的 然后这个游戏呢 它设计的是几种模式 还一种是这种独狼模式 你一个人 就是你只控制这么一个人 或者最多两个人玩 还有一种的就是四人小队模式 我们最多可以有三个队友 加上我们自己一共是四人小队 四人小队呢可以组成不同的职业组合 让这个战斗具有更大的可变性 然后我们在选人物的时候说过 我们这个一共有六个 六个起源人物 都在这条船上 这个西人在这里 那边是 这边是这个伊凡 伊凡是拥兵团的独狼 这是一个精灵的妹子 西贝尔 然后那边还有一个人类的妹子 人类的妹子 这个叫洛斯 然后还有个矮人 还有个矮人比斯特 然后就是我们 一共这么六个人 我们最多可以选他们中的三个人 当为我们的伙伴 当我们的伙伴 往后这些具体的对话呢 小米就不给大家看了 因为你感兴趣 小伙伴如果感兴趣 就是最好 最好自己 自己一玩的时候 可以试试看 就是因为 跟他们对话 会多或少了解一下 他们的背景 了解每一个起源人物的故事背景 是这个游戏非常独特的一部分 但是我后面会给大家再讲 再讲 我就为了不让这个视频太冗长无聊 我就不看了 我们就 刚才捡了一把钥匙 在这个厨房里 拿一些东西 这些锅 我们要拿上 锅要拿上 之后有一些特别的用途 特别的用途 然后这个墙上的这个海报 这手柄不太好选 我们看一下 过过去了 这手柄不太好弄 你看看这样好不好 海报这样可以 点一下这个海报 可以学到六个合成配方 这个游戏里还有合成配方的内容 就是很丰富 很丰富 打算也可以拿着 桶里都可以翻一翻 如果你点了幸运 这里边是有可能出什么 一两百块钱的 都是有可能的 后面还可能开出超 很好很好的装备 没什么用 没什么用 然后我刚才捡了一个睡袋 可以看到在我们的这个下面 物品栏的倒数第二个 这是这个游戏里的神器 这还有两个 我们都拿着 都是非常用的 然后我们来介绍 稍微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工艺这里边 就是可以做合成的这个里边 然后我们选中我们刚才那些小刀 然后我们不是捡了个毒液桶吗 我们也选中这个毒桶 然后我们长按进行制作 我们就可以给这个小刀进行复毒 复毒 然后我们可以把两把刀都复毒 都复毒 可以帮助我们后边战斗 稍微容易一些 所以玩最高难度 就有玩最高难度的样子 要尽一切的可能 让我们的这个能力变得强一点 强一点 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两把刀都装上 装备 这就每一把刀都增加了一到两点的毒素伤害 这就无形中伤害就增加很多 并且在外观上也可以能看到 这两把刀都变得绿莹莹的 这就复毒了 然后这些垃圾都可以一会再回来捡 一会回来捡 因为他们一会都会倒地 都会倒地 我们一上来呢 就可以直奔这边 那个在那个房间里 那个导师 我们找这个佩德 找一个佩德 我们跟他说话 我们来登记 就像是犯人登记一样 我说我很好 我很好 他就把这个门打开了 让我们进去 然后我们进去就会触发剧情 这里有很多选择 就是有的小伙伴 可能会喜欢在这个船上 把所有人都杀光 这样可以得一些经验 并且得一些物品 然后有的人选择 你为了如果图经验最大化 你就开着这个门的时候 因为我们在走到这个门的中间以后 这个剧情就出发了 你要为了经验最大化 你就在这里开着这个门的时候 强行攻击他 我们就可以强行攻击他 强行攻击他第一次见好感 第二次就是引发战斗 引发战斗就会强行触发里边的剧情 里边的剧情会让整船的 这个机缘导师都死掉 所以我们就无形中多吃了一些经验 多吃了一些经验 这是为了多加经验的方式 但是小米不采用这种方式了 因为小米要卡经验 要卡这经验上欢乐宝 上岛 为什么 因为一旦你升级了以后 你在上岛以后 你在邀请队友加入的时候 队友就已经升级了 队友升级的系统给他加了点 都是瞎加的 都是没用的东西 我们要自己给他加点 所以就不想让自己变成两级 我们就卡一下经验 然后一进来 我们发现三个晶圆导师 围着一个密原术室 这个密原术室 就是我们在开场动画里 见到那个老太太 那个老太太说 她是故意释放密原反术 让别人抓 她是故意要上这个船的 她上船的目的是 为了杀死我们的这些神行者 神行者 Godwickers 我们这六个人都是 她上船的目的是 为了要除掉我们 除掉我们 所以呢 那个谋杀的那个案子 也是她做的 她叫Windy哥 她的目标其实是我们 还有其他必须丧命的人 她指的就是我们 然后她虽然带着这个项圈 你没说这个项圈的事情 靳远导师呢 就用这种一种密原项圈 能把我们这些有密原能力的人的 密原给封印住 封印住 所以她脖子上戴着项圈 这些靳远导师就觉得 这个女人没有威胁 但她其实她们错了 这里回答哪一个都是无所谓的 结局都是一样的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区别 然后她这个项圈就直接掉下来了 她就有密原能力了 她就释放了密原法术 把这个虚空怪物给引来了 这强制出发战斗 无所谓的 无所谓的 就一个大招 密原爆破 密原爆破 这所有船上的靳远导师就都死了 除了我们神行者和少数的一些人以外 就都死掉了 都变成一坨肉泥了 然后我们费恩主角 醒来以后发现 她的面具丢了 Wendy给偷了她的面具 所以我们必须用这个兜帽 兜帽把自己给盖住 我们已经带上了 已经带上了 否则会引发这个骚乱 我们来捡一点垃圾 这些东西其实没什么用 但是可以卖一点钱 我们就捡着 上下这些东西都没有用 这里边会给一些初始的装备 我们就先拿着 可以搜一搜 他们的这些尸体 都是一些 这个游戏 这些地面都是跟人物有互动的 可以看到我踩到了火表面 所以我着火了 我掉血了 我在掉血 你在飞战斗的场景下 这样一直掉血 也是会死的 也是会死的 这掉血 持续两个回合 然后这时候就可以看出 我们捡的这个神器睡袋的力量 然后选择它一点 不能在这个屋子里 我们换一个屋子 我们换一个屋子 我们上去吧 我们在这里一点 精力充沛一个buff 并且我们这个血就回满了 所以这就是这个神器睡袋 神器睡袋 那这到处都有火 我们怎么办呢 可以看到这有个水桶 我们就可以移动这个水桶 把这个水桶放在这个火的表面上 砸碎 就把这个浇灭了 并且会有一些烟雾 这个烟雾是会阻挡视野的 一定要记得 一定要记得这个游戏的设定 我们可以稍微搜刮一下 这个金杯拿着 能卖不少钱 能卖不少钱 然后这里边有一只狗 最高难度千万不要跟这只狗打 因为你打不过它 你要用非常大的代价 就是用想尽手段 才可能打得过它 我们换成这个盾牌 我们一手持盾 这两个都一样的 这两个盾都一样的 然后匕首我们也可以换成法杖 因为我们加的是法系 加的是法系 就用火焰的吧 就用火焰的 然后我们试一下法杖能不能脆毒 我们试一下 我还没试过 这是冰霜的那个 这是冰霜的那个 我们得把它换下来 换下来 你装备在身上的东西是不能合成的 不能合成的 我们换下来 我们换上法杖 再用这个毒孔 看能不能脆毒 好像不可以 好像不可以 我们看一下 果然不可以 只有物理系的武器 才可以 然后这些地面 会给我们一些潮湿的buff 如果你有这个潮湿的buff 你就没有那么容易被火点燃 但是你如果遇到了 比如说电系的伤害 你会被麻痹 你会被麻痹 这游戏里这一类的设定非常多 我慢慢给你们讲 然后这个门上锁了 里边有两个晶圆导师 可以隐约的看到 我们把这个锁先撬开 我们有盗窃的技能 我成功地打开了门 我们先打开这个门 然后我们前行进去 前行进去 我们不要直接进去 可以看到 这个红色就是他们俩的视野 我们 别逃下 这个手柄最大的问题 就是在于 你跟这些场景互动的时候 它选了就是强制性的 你中途不能cancel 这是手柄不太好的地方 然后我们小心地移过去 站在他们两个的身后 给他们两个突然的致命一击 突然的致命一击 我考虑呢 还可以偷窃 还可以偷窃 偷窃就算了 因为他们两个死了以后 战略品都是我的 我就考虑插一个图腾 插一个图腾 在他们两个面前 就插在这 就插在这 然后他们就发现我了 他们发现我没有带这个项圈 就打算跟我打架 这里边我们是可以 可以想说服他们不打架的 但是我们有点说服的技能 所以就算了 就直接跟他们打就可以了 直接跟他们打就可以了 然后由于我们点了智慧 所以我们先攻很高 智慧最大的好处还能决定先攻 我们在这个回合 又是第一个洞 第一个攻击 然后可以看到 左上角那个地方 有一个红色的圈圈一样的东西 那就是显示被夹击了 由于他们两个对我一个 所以我有一个夹击状态 夹击状态 然后我们宝宝召唤在他们的后面 然后我们再插一个图腾 我们自己的攻击力 其实很弱的 我们靠的就是这些东西 然后我们的图腾和宝宝 也是在他们之前攻击的 在他们这样攻击的 这个人已经要死了 打死 打死 然后再他一下 他的比较厚 他的血比较厚 可以看到 他的血条不但有个红色的 还有一个白色的和蓝色的 那些都是什么 这个游戏的设定 他不但有血 就是有血的这个设定 你有多少滴血 对吧 他还有护甲的设定 护甲还分 白色的是物理护甲 可以看一下 蓝色的是魔法护甲 所以这个 这个摩塔夫呢 他就是17个物理护甲 12点血 11个魔法护甲 所以你如果是物理伤害呢 你就会先打掉 魔法护甲 再打血 你如果是物理伤害呢 你就会先打掉 物理护甲 再打血 我不知道小米 说不说明白 说不说明白 所以呢 这个游戏呢 你如果 你要玩的话 你最好不要 单纯走物理 或者单纯走法术 那你如果 单纯走物理 你碰到那些 物理护甲 特别高的敌人 你就会很头疼 你单纯走魔法 你碰到那些 魔法抗性 特别高的人 你也很头疼 你最好是物理和魔法 在一个 这个四人小队里都有 你这样混搭 你才能应对的 这个状况更多 当然这也会 你会分散伤害 也会分散伤害 也有弊端 但是 我更喜欢 这种物理和法术混搭 然后我们在这个 血液的地表 血液是一种 特殊地表 招出来的这个 这个是鲜血头疼 它也是物理攻击 我们在这个游戏里 一定要分清 自己的攻击 是物理的 还是法术的 它也是物理攻击 但是它物理伤害更高 物理伤害更高 要比普通的这种 这种地面上插的 这个叫草图腾 草木图腾 它要更高 虽然都是物理攻击 我摁错了 摁错了 摁错了 就隐身吧 隐身 我本来想打它一下的 我们就隐身 让它看不到 看不到 看了 现在血液头疼 打了一下 它就只能去 打我们的魔妖 打我们的魔妖 魔妖很脆 因为刚开始 我们等级很低 然后这个图腾 它是有回合数的 时间到了 它就消失了 我们再招就好了 再招就好了 每回合都能招一个 再招一个 先免图腾 我们再A它一下 烧它一下 烧它因为打的是 魔法护甲 所以没掉血 其实没掉血 掉的只是魔法护甲 但是我们这些图腾 打的都是物理伤害 打的都是物理伤害 好 所以召唤师 最大的好处在于 它可物理可法术 它可以根据自己宝宝 和图腾属性的不一样 决定自己到底是物理的 还是法术的 还是魔法的 这两个人 我们就打死了 然后捡一些垃圾 没什么用 其实也 但是 里边有个复活圈轴 这个东西很贵 这个东西很贵 其他都没什么用 都是一些破烂 然后这边的锁 我们也打开 我们也打开 小米这第一期 就打算 就是录完 到这个导案结束 就结束了 不能不打算录太久 这其实已经 已经说了很久了 我已经说了很多 口干的事 说到了 所以这个游戏 你一定要 你如果能耐下心 来看到这里 我相信你能体会到 一些这个游戏的魅力 就 如果你又 想要尝试一下 就 小米的目的就达到了 达到了 就是想让 大家能看到 这个游戏的魅力 这个地方先不要着急上去 上去 不要着急上去 上去就 又强制出发战斗了 出发战斗了 小米虽然还没有通过关 但是 前面这些章节都已经打过了 都已经打过了 所以大概的流程 还是知道一些的 但是 由于我上一次通关 也是 一年前的事情了 当时是终极版 还没有出的时候 我当时打 打到了第四章 然后本来 等终极版出了以后 我就再通关 结果就一直没有时间了 拖到现在 然后这边 那块有个尸体 那个尸体上 有比较重要的东西 所以我们得过去 我们 把这个桶移动一下 把这个火叫灭 我们 之前战斗里掉血了 就是习惯 每次都用这个 睡袋回复一下 这个 这个 骷髅图案 头骨图案的这个钥匙 还有一个笔记 我们可以看一下 说这个死亡之物的桶 放在这个 储藏室里 就在这个 这个钥匙关的 那个屋子里 就是这个屋子 就是上面那个屋子 这里 我们就可以拿这个钥匙进去 然后那个里边 有几个 上面有骷髅标示的 那个桶 那个就是死亡之物的桶 死亡之物在这个游戏里 认为是一个 强制死亡的一个道具 就是 就是水和火什么的 只会让你掉血 对吧 你这个死亡之物 一旦沾上了 除非你是亡灵族 除了非你是费恩 其他人 就是立刻就死 秒死 就是没有任何的 这个什么的 然后可以看到 这个门是434血 是我们现在的攻击力 是根本不可能强开的 强开是开不开的 然后费恩呢 他因为是亡灵 他不怕死亡之物 所以他可以无视死亡之物 进去去捡这个桶 但我们就不捡了 为什么 因为你打开这个门 会给你加200点经验 但是我们要卡经验 我们就不捡了 我们就不捡了 可以干涉 我刚才虽然踩到火了 但是我们先掉的是 这个魔法护甲 我们没掉血 然后这魔法护甲 会随着时间延长的 就自己恢复了 恢复了 一上来 我们就触发强制战斗 这些都是由于那个温迪哥 释放了这个蜜元的法术 招来的这些怪兽 招来这些怪兽 然后呢 我们 也是放图腾 就走物理系 走物理系 招数个鲜血图腾 然后宝宝呢 就放在他们后面 这个怪我很简单 开局的这个船上 最难的就是那条狗 其他的战斗都很简单 但是那条狗 我没有打 没有打 打不过 打不过 刚才发动了这个戒击攻击 物理的近战职业 在比 就是 就是 就是有一个判定 在你周围的这个敌人 当他移动的时候 物理的近战职业 就可以发动这个戒击攻击 就可以免费打你一下 你可以认为免费打你一下 我们的宝宝 是有这个阶级攻击的能力的 能力的 由于这个虚空 这个这个这个 什么 粘性虚灵幼虫啊 他是没有魔法护甲的 所以我们也可以A他 就是直接就掉血了 就掉血了 我们宝宝又要死了 又要死了 太脆了 太脆了 刚开始 这个最高难度的敌人 攻击率又高啊 这个宝宝顶多就能回 回一个回合 还不如这些图腾厉害啊 后面这个宝宝随着我们的这个 召唤学派的这个等级提高啊 他们会变得更强 变得更强 这个虫子就被烧死了 还被烧死了 所以这个 这个船上 必得的经验是有数的啊 这些我 我得的这些经验 都是一定会得的啊 你逃不 逃不过的啊 这都是强制性的战斗 和强制性的剧情啊 除了这些以外的这个经验啊 我们就不拿了啊 我们就不拿了 原因这个小米也说了啊 因为小米想上岛以后 自己给这帮队友点 点技能啊 所以就 就不那什么 然后上面 上面着火了啊 你可以用这两个水桶 把这个火浇灭啊 上去可以捡一些 上面有两个尸体啊 可以捡一个法杖 还有什么东西啊 那 就是 不太好的东西啊 我就不上去了 我就不上去了 然后踩到这个油表面 是会有减速的debuff的啊 你看我们现在 走得很慢啊 所以这个游戏 就是跟这些 环境的互动 做得很好啊 做得很好 我们就直接出发剧情了 直接出发剧情了 这个救生艇里面 有一个小矮人 和一个孩子啊 都是刚才船上的人啊 然后 这个矮人要走啊 这个小孩说 我们应该去救其他人啊 我们就听这个孩子的啊 我们去救我们的队友们啊 我觉得对我们的队友们 但其实救与不救呢 影响 会影响一个初始的好感度啊 其他的影响都是不大 然后我们再回来 再回来发现啊 这个 这个女人啊 她是晕倒了 她是晕倒了 我们可以偷她 晕倒 我们可以偷她 晕倒的人是不能收身的 只能偷窃 都能偷窃 其他人都死了 其他人都死了 我们可以救这个女人啊 这个女人 我们可以用一些治疗的法术 比如说 这个我们现在有治疗药剂 对吧 我们可以救她啊 我们也可以杀了她 救她和杀她 都会得一定的经验啊 但是我们 我们就不做了 我们就不做了 然后这里边啊 这里边刚才发生那个 谋杀案啊 有一个人死了 就是这个芬恩死了啊 我们可以发现 这个 她身上有一块肉啊 然后这个游戏的设定呢 我这东西太重了啊 这个 这个有负重上限的 负重上限的 我们扔一些没用的东西啊 我主要是带了个毒桶啊 这个毒液桶重啊 我们把这个毒桶丢了吧 丢了吧 可以看到负重一下就下来了 下来了 这个游戏的设定啊 就是这个游戏里边精灵一族啊 我们先存个档啊 存个档 精灵一族呢 可以吃尸体啊 就是我们这些肉 这些从尸体上搜刮出来的这种肉啊 精灵族吃了以后呢 可以了解一些死者生前的一些记忆啊 并且有可能学到一些更多的技能 或者是开启一些隐秘的任务啊 这都是这个游戏的设定 然后一进来我们就强制触发战斗了啊 这些这五个人就是我们未来的队友啊 其中三个人会成为我们队友 他们都很厉害啊 都比我们厉害 我们就就怂在这就好了啊 就招一些宝破上去 顶上去就可以了啊 我们自己就怂在这就可以了 他们都很厉害 并且电脑操控的这个队友 是没有任何智商可言的 他们都是无差别攻击自己友方同伴的 所以就别离他们太近 别离他们太近 否则很容易被坑死 现在这些队友呢 由于没有入队啊 所以我们不能操控他们 只能算是友方势力 有方势力这种绿色的标志 就是我们 我们算是同一帮人的不会互相打 但是我们并不能操控他 后面等他们入队了以后 我们就可以操控他们每个人来作战了 来作战 我这个宝宝颜潮被烧死了 刚才那个谁放的这个技能 放的技能要把我们自己的人都烧死了 完全不顾这个配合 丝毫配合都没有 就是瞎打 但是瞎打他们也都一个个很厉害 因为他们有各种装备和道具技能 都很厉害 还给自己上个魔甲 都没有人打他 还给自己上魔甲 还扔火药皮儿 浪费 浪费 各种炫酷 各种炫酷 我们无所谓 我们只要打了一个人 就稳吃75点经验 就拉倒了 其他的不管 然后再招一个宝宝吧 再招一个宝宝 招到这边 招个鲜血 然后结束回合了 不管了 稳吃75点经验 就拉倒了 然后他们就会往上跑 就会逃跑 也不谢谢我们 什么也不说 就逃跑了 就都 丝毫意气都没有 丝毫意气都没有 坐下了可还行 不应该坐下 小米这里呢 有一点失误 咱们应该在上去之前 先去用我们的盗窃的技能 偷一下我们这几个 这几个小伙伴们 他们每个人身上 都有一张复合圈轴 这个比较重要 小米忘掉了 忘掉了 忘掉就算了 就算了 没有偷盗就算了 我们因为刚才 没有过来搜刮 所以这边我们 稍微捡一捡 刚才应该 不着急上楼 应该先过来 这个搜一下 把那几个复合圈轴 主要是 复合圈轴很贵 复合圈轴很贵 然后我们又难免 在战斗中 有个别的人会死 个别的人会死 算了 算了 这些锅我们剪着 后面可能有用 马带 还有啥 难怪 没啥用 这都 就是说白了 可以卖一点钱 就是为了卖一点钱 其他的 没什么用 这好像还有一个尸体 维克多 没有东西 没什么玩意儿 没什么玩意儿 这个人尸体 好像也没剪 看一下 就是这个门的钥匙 没有用 那就算了 那就算了 没有偷 也就拉倒了 我们再一次 给自己增加了难度 增加了难度 否则你如果一上来 点了这个偷窃的话 你能偷 五个人 五个复合卷轴 有六张复合卷轴 第一张就很稳 这个维莲 这个船上就第一张 下一张 欢了宝人家 就很稳 可以看到 这个猿猿怪兽 是温迪哥引来的 他把这个船给摧毁了 然后这个小船 也被淹没了 所以说 其实是没有人生还的 没有人生还 但是有一个 有一个剧情 对 他我们复活了 他我们复活了 实际上 温迪哥的计谋 是成功了的 他把我们 这些神行者 都杀掉了 召唤来的这种 叫虚空异兽 所有人都死了 我们后面还会遇到他 我们很愿意遇到他 可是我们 几个小伙伴们都没死 都被复活了 都被复活了 所以这第一张就结束了 那本一期视频呢 小米就录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小米 这个系列的视频 一定要记得留言 或者是点赞 告诉我 让我有更多录下去的 这个动力 毕竟这一个视频下来 要非常非常长的时间 可能最少保守 估计要几十期 几十期 甚至 六七十期都是有可能的 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是个非常大的工作量 如果你喜欢的话 请一定要告诉小米 好吧 那我们就下 希望有下一期 我们就回头再见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拜拜